可批不會虧待韓國瑜 可寒射出串雲劍 千居萬馬來相見 與這兩個人真的有相當的交情 這兩個如果合在一起就是大新聞 韓國瑜有一次講一個故事就是說 因為他人生低潮很長時間嘛 然後立委後來沒當了以後 手機三個月都沒想 他以為手機壞掉了 他講得很生動 大家能理解就是事態嚴良 當立委的時候每天飯局 酒餐 不當立委了沒有人找了 後來是因為這個雲林的張家 跟這個柯文哲 後來讓他當上了北農總經理 然後跟王世堅有沒有 南北蔡蟲一起串聯就是這麼簡單 之後有沒有 後來他紅了嘛 而且柯P好像有三顧毛 柯文哲不是自己去 他是帶著陳佩琪坐高鐵到雲林以後 真的是這樣 當柯文哲是帶著陳佩琪去 見韓國瑜跟韓國瑜的太太李嘉奮的時候 那就是非常正式 對 就非常有誠意的 韓國瑜說那他覺得說他有被尊重 所以他對柯文哲是不會口出二言的 所以他對柯文哲是不會口出二言的 所以